镜头转到美国 其实美国白宫发言人慕尼奥斯表示 说美国总统拜登将在25号 接种次世代新冠疫苗追加剂 希望更多的美国人施打最新版的新冠疫苗 其实美国从9月份开始就推出了次世代疫苗 因目前流行的Omocon-亚型变异株BA.4、BA.5 以及原始的病毒株 不过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上个星期表示 说统计以来在过去一周 有450万名的美国人接种次世代疫苗 是今年秋天推动疫苗接种计划以来 最大的单州征服 那么比起前年周增加大约40% 但是截止到上个星期为止 其实美国只有2000万人接种次世代疫苗 认为这个数据并不够 所以白宫呼吁所有美国人尽快接种疫苗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